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位童星担任旁白 这无疑让人期待不已 接下来我们转向Netflix的最新动画系列 终结者ZERO 这部八集的动画将带我们穿越时空 探索人类与机器之间的终极战争 预告片已经让粉丝们热血沸腾 最后我们来谈谈怪奇物语的最终记 Netflix刚刚释出了一段幕后花絮 让我们一睹这部热门剧集的拍摄现场和新加入的演员阵容 粉丝们对于这部剧的结局充满了期待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Telegraph 报道 一部关于格拉斯哥灾难性的威力旺卡体验的音乐喜剧将在爱丁堡一岁节上演 其中将会有两位1970年代原版电影中的同心加盟 朱利·道恩科尔和帕里斯特曼在威力旺卡与巧克力工厂中分别饰演了维鲁卡索尔特和迈克地维 他们将担任威力的糖果奇观的叙述者 这部音乐剧的《灵你》赶来自于今年2月份一场备受争议的旺卡主题活动 游客们花费35英镑一张的门票 却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几乎空无一物的仓库中 愤怒的家长们报警 活动在首日就被取消 扮演乌帕鲁帕的女演员科尔斯蒂·帕特森也将出现在音乐剧中 演出时间为8月9号至26号 科尔将从8月9号至18号担任叙述者之后由特曼接棒 导演安迪·菲克曼表示 与这支梦幻般的演员阵容合作就像站在巧克力工厂的大门前一样兴奋 Yahoo!US报道 凯瑟琳·乔丹与HBO和MAX签订了一份V7两年的整体协议 尽管她不会参与即将到来的《哈利波特》重启剧集 但她将继续与该公司紧密合作 乔丹之前创作了Netflix的剧集《少年赏金猎人》 并担任即将推出的黑色喜剧《十日谈》的节目统筹 该剧设定在1348年黑死病肆虐的佛罗伦萨 她还曾制作Lifetime的Teen 美国公主乔丹代表是Heaven W.M.Johnson Shapiro Slewitt Cole Yahoo!US报道 Netflix即将推出的动画《终结者灵》的首预告片发布 这部由日本动画工作室Production IG制作的八集系列将是《终结者宇宙》的最新篇章 但会聚焦于新角色 故事发生在两个时间线中 2022年 人类与机器军队之间的未来战争 1997年 人工智能Skynet 获得自我意识 并开始对人类发动战争 《抵抗战士艾科》由水叶索诺亚佩97年 保护科学家马尔科姆里 由安德烈·霍兰德·施智燕 他正在开发一个新的AI系统 以应对Skynet的攻击 该系列由蝙蝠侠2编剧 马特森·汤姆林担任节目统筹 并由Skydance的戴维·埃里森 达纳·戈德堡和唐·格兰杰 担任执行制片人 动画工作由Production IG负责 系列将在8月29号首播 BBC报道 随着《怪奇物语》第五季的剧组 发布了一段幕后视频 粉丝们纷纷激动不已 为了庆祝该剧首播八周年 制作方上传了一段两分钟的预告片 宣布剧组已经完成了第五季一半的拍摄 视频开头展示了一个打板器 随后是一系列熟悉的场景 如霍金斯高中 卡勒布·麦克劳克林的 在视频中说 欢迎来到《怪奇物语》第五季 接着 观众看到了麦克、卢卡斯、威尔和达斯汀 这四个原始角色的镜头 粉丝们一直希望看到他们再次团聚 尤其是在第四季 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被分开了 芬恩·沃尔夫·哈迈克的扮演者 也表达了对于原始四人组一起拍摄的兴奋之情 视频中还展示了米利·波比·布朗 从十岁开始到现在二十岁的成长过程 盖腾·马塔拉佐则表示 剧组就像他的家 尽管有些批评认为演员们的年龄与角色不符 但第五季似乎将延续第四季的悬念结局 粉丝们还看到了英国演员杰米·坎贝尔·巴尔 他在第四季末与Eleven的战斗后逃脱 但打开了通往颠倒世界的裂缝 视频发布后 迅速在TikTok、YouTube和X平台上 获得了超过一百万次观看 Guardian报道 ITVE在周五晚九点的黄金时段 推出了一部名为 《冠军全速前进》的纪录片 试图为跳跃赛马 带来类似急速求生 为一级方程式赛车带来的影响 自2019年3月 急速求生首播以来 F1经历了收入和收视率的下降 并努力吸引和多样化老龄化的观众 然而 经过6G的急速求生 F1成为全球增益 长最快的体育项目之一 吸引了数百万新粉丝 并迎来了几十年来最好的前景 冠军全速前进 则希望通过展示赛马运动中的个人和酒色 吸引新观众 尽管ITV的全球影响力不及Netflix 但在英国 每个家庭都能轻松收看ITV 因此 这部6集系列的潜在观众数以百万计 节目采用现代戏剧纪录片的标准格式 包括大量的采访和快速剪辑 迎合现代短暂的注意力跨度 第一集以2023-24赛勺G为背景 集中展示了在凯普顿举行的乔治六世大赛 这场比赛以其戏剧性和难忘的历史而闻名 节目通过头盔摄像机镜头 特写和骑士的评论 生动在线了比赛的精彩瞬间 给新观众带来了极大的兴奋感 Yahoo!US报道 Doja Cat在伦敦无线音乐节上 穿着一双戴扣的细高跟鞋 成为焦点 这位流行歌手 以一套由土耳其英国时尚设计师 迪拉拉·芬迪科格鲁设计的定制装亮相 穿着一件以英国国旗为灵感的 无肩带紧身胸衣和一件匹配的外套 他脚上的鞋子是来自意大利品牌 Jaborghini的Phibonapa Sand款原价554美元 目前降价至333美元 这款鞋以其交叉带和银色金属扣为特点 自2016年推出以来 吸引了众多名人追捧 包括布利·拉尔森 加布利·埃尔·尤尼恩 肯达尔·詹纳和艾米利·拉塔科夫斯基等 Doja Cat的造型还搭配了银色链条首饰 黑色蕾丝内衣等 展现了他一贯大胆的时尚风格 他的造型师布雷特·艾伦纳尔逊 也为他的舞台造型贡献了许多创意 Doja Cat在音乐节上的亮相 再次证明了他作为时尚偶像的地位 《多伦多星报》在Lev Grossman的新小说《光明之剑》中 亚瑟王的英格兰陷入了迷茫和不确定中 寻找新的领导者 故事从孤儿Column逃离虐待家庭 带着偷来的盔甲和成为圆桌骑士的梦想 来到卡梅洛特开始 然而 亚瑟王已死 圆桌骑士团只剩下残破的遗迹 没人知道下一任国王是谁 Column在追求成为骑士的过程中 遇到了一群破碎而苦 色的英雄 每个骑士都有自己的过去 和对英格兰未来的希望 小说通过这些人物的回忆 展示了他们与亚瑟的关系 但大多数角色的发展有限 只有Nemu 这个强大的女巫 显得特别突出 Grossman通过战斗场景的细节 展示了人物的心理 Column在每场决斗中的勇敢和绝望 不仅是为了击败对手 更是为了证明自己身份的 真实性 小说强调了一个国家 需要一个统一的故事 即使这个故事是虚构的 但也警示了政治理想化的危险 多伦多姓鲍 Lansdale的第13部惊悚小说 《骨头上的糖》中 东德克萨斯的私家侦探 Hap Collins和他的伙伴们 决定调查Minnie Poulson的神秘死亡 Minnie的豪宅 在他们拒绝他的帮助后被烧毁 警方最初认为是意外 但Hap和他的团队不这么认为 他们开始调查Minnie的亲戚 但很快发现这起案件 涉及一系列可怕的犯罪 随着调查的深入 他们自己也成为了目标 最终 Hap和他的伙伴们决定采取 非法的私刑手段来解决问题 小说节奏紧透 九色声 Dong充满讽刺和幽默 结局暴力且令人震撼 《卫报》 Taylor Perry这位好莱坞最令人挫折的人物 因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和自我中心的工作方式而备受争议 尽管他是Media系列喜剧电影的明星 并与Oprah和Lee Daniels合作 但作为编剧和导演的 他常常被批评为内容粗糙 缺乏深度 他的最新电影《离婚在黑暗》中 在上映前就被批评为他最差的作品之一 Rotten Tomatoes的评分为0% Perry坚持独立创作 拒绝工会编剧和演员的帮助 导致他的作品常常被批评为过时和刻板印象 然而 他的作品仍然受到一部分观众的喜爱 尤其是那些支持他的早期舞台剧巡演的教会观众 尽管作品质量参差不齐 Perry仍然是一个成功的美国故事 他的工作室是乔治亚州娱乐产业的支柱 Perry通过支持黑人创意人士和处理高调的名人事件 赢得了观众的支持 但他仍然让人感到他可以做得更好 Guardian Allen Mustafa和Hugo Chegwin在大学相识 二人因共同的喜好而成为好友 Allen曾是个说唱歌手 而Hugo则制作节拍 他们常常在Hugo的卧室里拍摄恶络剧屏来取乐 后来他们的朋友Steve Stamp从泰国旅行归来 三人成为喜剧灵魂伴侣 开始一起搞笑表演 回到英国后 他们决定拍摄一些即兴表演视频 并上传到YouTube 虽然最初只有少数学生和音乐人观看 但他们的努力最终引起了电视制作公司Roughcut的注意 Roughcut的制作人Ash Atala邀请他们参加会议 并帮助他们制作了一部试播集 这才有了后来的People Just Do Nothing 他们的角色和情节灵感多来自于自己周围的文化和生活经历 最终成功制作了5G节目 并在日本获得了意外的成功 Yahoo! Netflix为《怪奇物语》第5G发布了一段幕后视频 揭示了最终季的一些新面孔和熟悉的场景 Millie Bobby Brown在视频中谈到自己从10岁开始拍摄该剧 如今已经20岁感到非常奇怪 Sadie Sink则表示 他们正在珍惜每一个瞬间 新加入的演员包括Nell Fisher、Jake Connelly和Alex Brough 但他们的角色尚未透露 视频中还出现了导演Frank Darabont的身影 证实了他将指导这一季的传闻 虽然视频没有透露太多剧情 但影迷们可以通过竹针分析来寻找线索 根据拍摄进度 最终季预计将在2025年发布 Associated Press 马丁斯克赛斯对电影的热爱体现在他一生中对不同电影的讨论和纪录片制作上 但当他谈到迈克尔·鲍威尔和埃莫里克·普雷斯伯格的电影时 这种感情尤为深厚 在新纪录片Made in England The Films of Michael Powell and Emmerich Pressburger中斯克赛斯回忆起小时候观看《红灵宴的经历》 这部电影是他对电影痴迷的起点 斯克赛斯和长期合作的剪辑师塞尔玛·斯库梅克尔 不仅恢复了多部鲍威尔和普雷斯伯格的经典影片 还在个人创作中深受其影响 斯库梅克尔与鲍威尔结婚 并在他去世后继续致力于宣传他的遗产 斯克赛斯和斯库梅迪 克尔的合作关系与鲍威尔和普雷斯伯格的合作 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他们共同的电影热情和对艺术自由的捍卫 使他们在电影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Yahoo!US报道 Eminem的新专辑The Death of Slim Shady 似乎并不是为了金钱、名声或表达什么新观点而推出的 更像是这位敏感的艺术家需要定期的认可和鼓励 专辑中的歌曲如Habits 回忆了他年轻时的辉煌 但如今的他似乎在重复过去的老把戏 专辑中Dar Dree制作的Lucifer和Road Rage算是亮点 Jaddy在Fuel中表现出色 而Ez Mill、Babytron和Jelly Roll也各有亮眼表现 然而Eminem的歌词不再有新意 专辑中的笑话和讽刺显得老套和无力 专辑发布正值他1999年经典专辑 The Slim Shady LP发布25周年 但如今的Eminem似乎还停留在过去的成功中 未能展现新的创意 Telegraph列出了有史以来最好的30部电视犯罪剧 虽然美国的Dexter、Mare of Easttown和Blue Bloods 未能入选 但The Wire作为整体剧集比Inspector Morse更好 最终的选择包括从美国警察程序剧到欧洲侦探剧 从全景惊悚片到年代悬疑剧 BBC的Blue Lights以其真实的贝尔法斯特视角和紧张的剧情位列第30位 而Luther凭借Idris Elba的出色表演排名第29位 经典的Canion 2 Lacy以其女性友谊和警察程序剧情排名第28位 而Jiri Haji则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大胆的剧情排在第27位 其他入选的剧集还包括Red Riding、Jonathan Creek、Wallander、Unforgotten等 每部剧集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和出色的表现 The Independent报道习剧演员Bill Maher在他的异常演出中警告称 试图暗杀前总统特朗普的枪击事件 对左翼造成了巨大伤害 Macher在Tex账号上发布了一段视频 谴责了这起枪击事件 并表示这并不好笑 他认为左翼在这次暴力事件后 失去了很多道德高地 Macher还批评了两党间的暴力言论 他提到共和党的2025计划 并呼吁停止这种暴力 特朗普在接受纽约邮报独家采访时表示 这张血流满面的照片 可能是他见过的最具标志性的照片之一 拜登总统在罕见的椭圆形办公室演讲中 呼吁美国人冷静下来 并命令对这次袭击进行独立安全审查 袭击事件导致一名旁观者死亡 两人受伤 枪手Thomas Matthew Crookes被特工击毙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一、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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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